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凭什么我们约好的吃饭 你要去约陆泽宁呢 凭什么咱俩说好的事 你说反悔你就反悔呢 凭什么你想管我的时候呢 你就来管我一下 你要是不想管了 你连个影子你都没有 凭什么陆泽宁能追你 我不能啊 我比他差哪儿了 原来是因为吃饭的事 首先呢 那天是校友会 之前误给忘记了 后来跟同学之间 有一些工作上的交流 所以只好跟你说我们改天 那为什么找陆泽宁呢 是因为他也是校友 知道什么叫喜欢一个人吗 废话 喜欢一个人 不是让那个人完全地属于你 被你束缚 而是跟你喜欢的人一起 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是我的想法 今天我所有说的话 你都可以不同意 但是我希望 你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先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 包括你的父母 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是欠你的 他们也有选择自己人生方向的权利 而且在我看来 是你在拒绝你妈妈的关爱 你想报复他 可是报复的作用是双向的 他是会很难受 但你也不见得有多开心 对吗 再说回我们 你如果把我当成一个好朋友 好姐姐 我非常乐意接受 但是我也希望 你能控制住自己对朋友的掌控 学会尊重别人 如果你有那么一点点 喜欢我 我也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和喜欢 但是我们之间 但是我们之间 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就是显而现的不可能 我说完了 希望能理解 我说完了 上海原先 进 你来正好 来来来 什么事啊 你帮我想一下啊 马总的小太太呢 我跟她聊过了 她自己也非常有意愿 拿下盛海这块业务 这是好事啊 但是呢 问题出现了 我答应了她 帮她把盛海院行的 营销方案做出来 老马总能够两天 就要出差了 我得在她出差之前 就把这方案给做出来 这时间太短了 我是不是不应该 这么快答应她呀 我觉得应该去找小马总 小马总也不练瑜伽呀 这事是有点棘手啊 要不我问我同学 要一下他们内部的方案 然后再问安总 要一下其他城市院线的方案 咱们自己综合一下 再加点商务包装呢 能要到吗 能吧 毕竟是老同学嘛 他也对我没啥借心 那就太好了 那行那就这么办 这样 今天呢辛苦一下加个班 我们争取晚上之前 就把这个做出来 好 没问题 那行 那你去忙吧 那姐你抽空看一下这个 好 那我先去忙了啊 去吧 梁小夕 小夕 魏姐叫你 好 姐 你今天跟我加个班 把城市院线的资料都调出来 好 去吧 辛苦了啊 应该的 魏姐 辛苦了啊小夕 应该的 好 看来这情况发生了味道的变化啊 阮堂同志 干活才是王道 你这是在说什么呢 不是 我没说你 你这么说更明显地在准对我了 真没说你 你不是想当小透明吗 想生二胎吗 你这才叫心想事成 来晚了 撒酒啊 我 不对啊 今天又不对了 小小一点 别忍了 不是 你这怎么回事 你不开心了 说两句啊 什么是喜欢一个人 不是 什么玩意儿 没事 当我没玩 不是 你出来玩 老丧没搭眼呢 你没劲啊 咱们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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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我朋友来了啊 您 您这儿 这儿 这儿 怎么这么久了 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的姐妹 宁宁 来 宁宁 这是我铁哥们 小马哥 麦克 丽莎 玛丽 还有你上次见过的 大家好 你还有这么漂亮的姐吗 不是 咱们给我介绍认识 来来来来 你来你这边坐 宁宁小姐姐 你知道我看你特别眼熟吗 小马哥 这聊天挺套路的呀 我 我 我就是比别的男孩 多了一次的真诚与坦率 我真觉得他特别眼熟 那可不满 尤其是演员 粉红了 最近还参加了那个 一年一度演技大赛 没有 我就是个小演员 一年一度演技大赛 那不是你老妈公司的项目 帮忙忙着 大大交互 照顾照顾 其实不用 那个都已经录完了 那以后要有什么需要的话 你提我 好使 宁宁 我给你喝一个 那个 我上个卫生机 你慢点不好意思 好 我给你喝 这姑娘怎么样 是我喜欢的威胁 你刚刚不问我什么是喜欢的 这就行 我要去她 我 加油 你怎么 啊 孤单姐 我们着急 等我追上宁宁 让她给你介绍一个漂亮的姐妹 等你回来 对 不过你也不喜欢年轻的 早回 早回 把宁宁的威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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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一个人 不是让那个人完全地属于你 被你束缚 而是跟你喜欢的人一起 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一个院线案例了 好 那我们再改一下 行 大卉 你那边盛海院线的资料 整理得怎么样了 正在整理 马上就好了 嗯 接吧 没事 不用 我老公没啥大事 喂 你好 您放那儿吧 我下去拿 姐 外卖到了 我下去拿一下啊 好呀 来 万一有什么急事呢 看你接吧 行 姐 那我出去接一下 我们这加班呢 领导不走我怎么走啊 实在不行再别干了 什么也没你跟孩子重要 再这样干下去你命都没了 放心吧 我自己有分寸 再说了都坚持到这会儿了 明天 明天赶完方案我就提转正 转正了我就可以公开怀孕的事了 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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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 那就先吃饭吧 半天吃完晚饭 待会儿还得辛苦接着工作呢 好 好 小总 您就要怀着预饭陪我们加班了 更辛苦 谁让我们就吃转饭的呢 拿人钱财 与人发财 回来了 回来了 好累啊 怎么了这是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人家做个迷人 特别可爱啊 特别有病吗 那你是还没到岁数 你再过二十年就喜欢了 人墨琳就这么说话的 老马总可喜欢了 你最好还是别这么跟我说话 不然我怕我活不到那会儿 怎么这么晚回来啊 带着团队改方案呀 而老马总过来一天就走了 得赶着他走之前把方案给他 不过明天可以是个懒叫 很满足 不用早起练瑜伽了 不用 那痛苦的时段已经过去了 你帮我催催你的摄影师 哪个摄影师 就是给老马总小媳妇拍纪录片的 你帮帮帮帮关 你现在是我追求艺术之路上的绊脚石啊 写艺术电影剧本呢 错 电影艺术剧本 所以啊 就更应该把关了呀 回头 这大医院的大老板 要是看你把关的作品 说不定就给你投资 看一家影视公司呢 什么意思啊 我马总小媳妇也管他们家企业 现在还没有 但是未来在我的助攻之下 不一定 你不能吧 为了一个应钱广告 要改变这么大企业的管理结构 杀机又牛刀吧 比喻不对劲啊 意思是那意思 你明白就行 我觉得挺好的呀 这大公司里面我也不认识谁 扶持一个自己人 以后也方便呀 不得不说啊 我老婆总是能干一些 惊天地气鬼神的事 喜欢吗 喜欢 喜欢 媳妇回来了 大宝睡了 睡了 八点就睡了 来来来 大宝今天听话不 老乖了 对了 大宝今天掌握一个新技能 啥呀 董毛毛 那个 老可爱了 睡之前我俩玩了半天 真的 那 那我又错过了 又做我大宝一个新技能 这没事 明天我让大宝亲自给你 我 我 我 老公 今天我在公司发现了一个秘密 是啊 我们公司不是新来了一个同事吗 刚开始我就觉得挺奇怪的 他干活特别积极 他连我的项目都抢着干 跟打了鸡血一样 那人家新到一个公司 积极表现一下 那不正常吗 你猜怎么着 今天在公司加班的时候 我听到他的伺候打电话 他是隐瞒怀孕入职 准备转正了再说 这玩意能瞒住吗 刚开始我也觉得不对劲 但我没敢往那方面想 你说 我要不要告诉我一件 咱管那些事干吗呀 那你不也怀过运吗 你们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呀 不是那么回事 你包想得太狭隘了 那我是担心威姐 我们公司的老板可凶了 你说威姐在公司待了这么多年 谈了这么多项目 怀个运我们老板都不愿意 还找了一个安总 跟威姐对着干 这要是知道威姐招的员工引运入职 那不得炸了呀 那你们老板最后不 没把威姐怎么样吗 再说到时候你这同事啊 生孩子 休产假 项目我还给你了 奖金你照拿 多好呀 那我不能知道了 还瞒着威姐吧 不是 现在女员工 不都得生孩子吗 那国家还鼓励生育呢 你告诉威姐 威姐能把她怎么着 你都说了 人家工作积极 表现良好 威姐还能因为她怀孕了 把人开除了 那国家法律都不允许 咱们呀 还是多关心关心咱们的小家 行吗 你说的有道理啊 但是 别淡了 你赶紧洗漱吧 陪她们睡觉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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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不空 好唐 好嘞 对 试试 我 试试 你要喝什么 自己点吧 人事部门我交接完了 你要离开仲卿 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有 我需要真实的理由 对大家都好呗 我一个这么不称职的新员工 每天在这儿耗着 弄得你们也累 我也累 迈克 我虽然对你的事情了解的不是很多 但是我略有二问 我这么跟你说 我也是个单亲爸爸 我非常知道做父母的不容易 但是对于你来说你是第一次做孩子 父母也是第一次做父母 大家都可以犯错 因为都是在学习和摸索的过程 父母也是跟孩子一起长大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多给他们一点宽容 而且也可以试着换个位置想一想 还有就是我这段时间跟你接触下来 你虽然表面上看来是吊儿郎当 对任何事情不在乎的样子 但是你内心是非常重感情 而且有家人的关心 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愿意 可以敞开心扉感受一下的话 我相信会有不同的惊喜 能别在这儿说的 你好像有多了解我似的行吗 我没有 我只是真实的感受而已 你们怎么都这么喜欢教育人呢 我们 我们是谁啊 安心吗 你是不是喜欢她呀 我还不知道 什么叫不知道呢 就是我听不懂 真的 你这人吧 就是 是就是什么都还挺好的 各个方面的 但就有一点 就是太磨叽 就是有点磨叽透了 做点什么事情啊 都得给自己想了一万种预案 想前想后想各种可能性 你是不是喜欢一个人 也得给自己来个千八百次的提问呢 反正我告诉你啊 这个世界上 最不变的 就是变数 道理懂得挺多 但是我告诉你 成年人的规则 不能随性地对待任何一个事情 尤其是感情 随意就是不负责任 谁让你随意了 随便吧 你们 爱的没有 你怎么回事 也这么磨叽 你才来呢 别碎 别碎啊 我这刚起 刚起我就被你叫过来了 我已经很快了好吗 中兴的 陆总 记得吧 你好 你好 别把我想得跟你们中年人一样啊 用不着人朝前 用不着人朝后的 我今天把我这个兄弟叫到这儿来 也是为了给你一些安全感 我这一走 曹达肯定不放心 不放心呢 他就在折磨你 我呢 就当是 救你于水火了 好人都到底 不懂 陆总 人到这儿了 剩下的你们自己聊吧 不不不不 麦哥 你大老远把我叫过来 你就为了让我来当个人质 有你这么尊重甲方爸爸的吗 还有你这试用期没到 你就辞职了 你输了啊 我是在乎输赢的人吗 我是在乎输赢的人吗 大屏幕的事跟我这大哥 好好聊啊 不是 不是 你把我一个人撂这儿算怎么回事啊 正是 我这人吧 注定是在咖啡厅里面待不住的 后面合约的事 你俩好好摸一摸 这是你的衣服 谢谢你啊 行为看一下 咱们家这个氛围啊 有点创业公司的意思了 那多好啊 以后咱孩子耳濡目染 将来肯定是个大企业家 沃琳 我发你的这个营销方案 你看一下 看还有什么要改的吗 不行不行不行 可不能再改了 阿玲啊 我刚发你营销方案 我觉得已经非常完美和丰富了 你看还可以吗 怎么了 为无斗米折腰又丢人呢 你当时跟冯文艺低头的时候 我可没有嘲讽过你啊 我错了 老婆啊 同道中人 谁也别说谁 谁啊 我差点忘了 我爸叫来了 来了 爸 爸 你看 那么大一条黄花鱼 爸 姚薇啊 你可有口福了 我拿姐 我拿 你们年轻人不懂 现在菜场上 好多人把黄鱼冒充黄花鱼 那你说这个口感跟营养价值能一样吗 我一大早就到菜城 就盯上了 薇薇啊 想不想这口 你这大老远的去喂一条鱼啊 不是 他 你甭看我爸 你也别指我 不是你 我爸爸叫来是来给咱们的红尾蓝图做参谋的 装修这么大的事 不能没有老将坐镇啊 这样 你把这个鱼啊 拿到厨房去 一会儿我来等 好 好久没吃我做的鱼了吧 嗯 一会儿给你露一手 女儿啊 程良这手艺是不是最近没长进啊 你看这么长时间了 身上一点肉没长啊 啥子呀 你这是亲爹看亲闺女怎么着都瘦 我这腰都碰了一圈了 天天想着怎么少吃点呢 别别别 胖点好 胖点好 爸 您先给我参谋参谋 我准备把那个房间呢 改成一个儿童房 这是我做的设计图 这是床吧 怎么还有个楼梯啊 这不是两层吗 万一有二台呢 合着你俩就把这事给定了是吧 我是问女主角 是不是都没有资格发表看法了 不能 你是咱们家女王啊 有什么看法随时发表 我不瞒你说啊 除了那个儿童房 我的心中还有一小块蓝图 我准备把这块区域呢 改造成你的 专属健身工作区域 这边呢我搁一个健身镜 这边呢我搁个小电脑桌 你朝这儿就是健身 突然间想工作了 转身就工作 非常方便 然后这边呢我搁个大头影 想看电影了 你坐这儿看电影 也可以欣赏自己 刚刚制作完成的批评计图 这好 这好 那你的电影呢 我不用啊 你没听说吗 一个中年男人 只要在车库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那他已经有了一方天定了 小东西听见没 你爸跟你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 放心吧 作为你妈我肯定会努力给你赚钱的 有了孩子 工作上的事 能放一点就放给别人 别老想着挣钱挣钱 是吧 对 得听爸的 赚钱有我呢 那做饭呢 做饭一直是我呀 现在就去 这个 女儿啊 老白家那个姑娘 用得还顺手吗 你说白慧啊 啊 还挺聪明挺勤快的 来了以后带着周围的同时 都变得努力了 挺好的 这孩子啊 我看着他大小长大的 肯定错不了啊 你满意那就更好了 昨天老白还来找我 问起适用期要多久 你看这没转正心里不踏实 他表现一直都还挺好的 我给他是一个月使用期 已经是最短的了 嗯嗯 我跟人事部商量商量吧 看能不能提前 好 你认可就好 我回头告诉老白 嗯 这回这整酒他跑不了 爸 嗯 你是不是老为着我喝酒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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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吗 我 我好久没喝了 好久没 我把鱼器洗一洗啊 这 这事陈良不行 陈良 来 来 来 这 我不行 这我一直等您呢 爸 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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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药茶有啥 要帮忙吗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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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着 麦克离职了 他下午过来找我 提交离职申请 我看他的意思 态度挺坚决的 还是任性啊 多好 年轻 就任性的资本 你好 两位的五九金莫寄托 好 谢谢 谢谢 但是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他比我想象的要成熟一些 说自己在工作上面要有始有终 所以他把小马总介绍给我 不想因为自己的离职 给公司的工作 带来任何的困扰 他有没有说过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我没问 但是我能感觉到 他非常地在意你 这边 大黄鱼来了 好 这么多 这个有点负账浪费吧 爸 不浪费 你看啊 有鱼有肉 有荤有素 讲究的就是一个营养均衡嘛 可以可以可以 爸 可是用心了 就等你品鉴呢 放心吧 喂 阿玲 还没吃呢 还没吃呢 真的啊 那太好了呀 有有有有有 有时间 我这就过来 不是 你干吗呀 老马他媳妇 我这都临门一脚了 不得过去啊 你帮我陪陪爸 爸 不好意思啊 我先去换衣服了 하하 吃吧 吃吧 不 k 他还说他又来吃酒 realizes他有灵脂 老公 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薇薇 你别看他年轻啊 人家现在可是 雨果的商务总监呢 是吧 接下来呀 想跟咱们盛海影业合作 王总好 坐吧 我们前两天见过 今天那就是便饭 对了 你们集团的李总 我好长时间没看到他呢 还好吧 还好 还好 来 吃饭 好嘞 远线嘛 其实 对于集团来说 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业务 但是对于宣传这个角度来说 是最重要的出口 从你们商务这个角度来说 如何能够 成规模的 有创新形式的融合 你们应该多思考 是的 马总 现在这个合作形式啊 还是过于传统了 这次呢 多亏了阿玲 雨果跟盛海能够搭上线 如果能顺利开展合作的话呢 我们是想在合作内容 还有合作形式上面 多一些新的思路 我也会紧密跟阿玲沟通的 是 他现在怀着孕呢 我其实不想跟他折腾这些事 老公 你也知道 我在那儿嫌不住嘛 我就去学习的 策划案我看的 不错 但是 还不够 我们 我们在这么短时间 已经很努力了 魏魏大金的团队呀 很专业 人家现在余果也是行业里边 数一数二的播出平台 咱们之间呀 我们以后多沟通 老公 我们也多商量嘛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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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都几点了 有点堵车吧 孕妇姐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见过见过就在酒吧吧 对吧 嗯 酒吧 喜欢去酒吧 这业余生活挺丰富啊 没有没有 我平常不去呢 上次是陪朋友去巧遇 小马可你喜欢呀 年轻人吗 你也挺年轻的 最近不方便去吧 那你可得跟这个姐姐好好学习学习 怀着远一点儿不担 哎呦 那我可学不了 我现在最终啊 就保证她的健康和安全 还有我们马总的健康和幸福 哪有时间去享乐呀 你尝尝这个 老公 这个菜鞋可是刚下的 是最嫩的 哎哎哎 你能好好说话吗 好好吃饭 这里面有叶利索 培生素含兰可高了 现在咱们要注意养生了 老公 知道了 老公 嗯嗯 盛海院线这段时间怎么样啊 挺好的呀 都正常运营着呢 屏幕的商务代理 合作公司订了吗 最近正在跟仲星过合同的 您放心 这个我亲自订 我听说想买我们屏幕的 不只有仲星 其他公司也有这个意象 是吧 哦 对 价格和方案 比对过了吗 不是 仲星的价格和权益 都非常合适 会上大家都很认可呀 会上是会上 大家是大家 你的运营想法呢 我就是觉得不错呀 不错在哪儿啊 哼 就行了 老公 不能总那么苛刻 不能总拿着你的要求 去要求如龙啊 那如龙毕竟是个新人嘛 很多东西他还得慢慢学 爸 那我就再去比比价 你不能总是说一步做一步 要举一反三 以后这块业务 莫林也参与进来一起学习吧 爸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来学习 爸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来学习 莫林 你把你的运营思路的方案 扒给他 好的呢 交给你这么久了 到现在也没有理清楚思路 马总 您这交给我多久啊 我总得有学习跟适应的时间吧 现在您是什么意思 让他进来 那是他来管我呢 还是我去管他呢 你对你的经营很满意是吗 我也没说满意 不满意就屈心学习 进公司多长时间了 把手机放下 我跟你说话呢 您不是让我好好学习吗 他给我发一PPT 我看看 你给我看过一份PPT吗 你思路履签过吗 不满意 就这 你找谁帮你弄的呀 上哪抄的呀 我网上随便找一个模板一套 都比你这好 行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一个月之内 你们两个人 给我搞出一份最新的方案 我如果不满意 你们谁都别干 老公 你别生气啊 老公 老公 你别生气啊 老公 你别生气啊 老公 你 ост来得吃 채 老公 你别生气啊 老公 你别生气啊 老公 你别生气啊 老公 老公 你别生气啊 老公 你别生气啊 要不要把这些菜先认 那个 放一放啊 这几天真是没白忙活 深海大平的事 八九不离十了 真的 旧手为姐出手 肯定行 这大家的功劳 姐 我有个事 想跟您商量一下 去我办公室说 好 是不是要跟我聊入职的事 最好说 那坐 这时候我家里人跟我说了 等这一批 现员工的资料一起下来吧 然后做个集体体检 差不多就八九不离十了 怎么了 姚总 我 我们家的情况 您也是了解的 最近家里有点事 需要用钱 正好我一闺蜜的路子 说是可以办商业贷款 我原本想着 用身份证就能办 就是想增大点额度 审核身份 还需要一个在职证明 我怕我试用期 人家不给我贷 所以 咱们这边 能不能 提前给我办个转正啊 这波写员工 应该也没有那么快吧 您要是特别为难的话 就算了 只是 这批贷款 我姐妹 可能给我留不了 这几天了 是不是嫁里出什么事了 叔叔阿姨身体还好 他们挺好的 跟他们没有关系 是 我跟我老公 我们 那 我想想办法吧 应该没有问题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 谢谢啊 姚总 你也别谢我 你能提前转正 也是因为这个月 你的表现还挺不错的 工作完成度高 学东西也快 这一次 盛海大屏的事 也是都亏了你帮忙 就好好干吧 副总 来 陆总 不好意思啊 没事 等一会儿了吧 快走快走 实在是不好意思 这今天公司特别忙 刚开了一个会 没事 副总 本来就事发突然 我听您电话里的意思是 我们合同需要暂停 现在是在权益方面 大家还有什么意义吗 其实合同面上的事情 咱们已经聊得起起巴巴了 是我们这边出了一些变动 和您那边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今天有关系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